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我们再来聊一聊农馆 农馆横空出世 习主席一拍大腿 有了我们要治理农村 我们要发展农馆 那么农馆出现 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这么庞大的一个农馆的大军 谁来养钱谁出 表面上看似乎是政府拨款 国家财政拨款 中央移民银行印钱 但是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都知道 政府他不创造社会财富 归根结底到头来 还是需要人民来买单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 他是怎么说的 农馆的数量要控制好 养一个农馆需要种多少亩田 如果是一个农馆 他一年五万的收入 每亩稻田存粒六百 需要种八十多亩农田 才养一个农馆 如果是承包农田 扣除费用 需要160多亩养一个农馆 现在农村 农民年轻人很少种田 都出去打工去了 老人种地 咱们就直接来看结果 一亩田种稻谷纯利润三百元 农民需要种160多亩 才能养活一个农馆 这是养一个农馆的成本 那好 那我们思考第二个问题 有了农馆 他是不是要去解决农村的问题 农民出现困难了 或者说出现一些自己力量解决不了的时候 是不是农馆此时此刻你就要出现了 没有 现在进入一个什么季节 要进入一个雨季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么一段画面 来看看现在农村出现了什么 下雨了 然后呢 这个都跟泥石流一样 从山上流下来的水都混杂着泥土 如果说山上植被丰厚的话 可能就不会流下来 他这个山如果说有很多树的话 他会保存这个水土 就不会造成这样这种情况 这种泥石流啊 现在还没达到泥石流程度 如果说形成泥石流那种程度的话 可能房屋都要冲垮了 农馆此时此刻你出来走两步 你不是打瞎子骂哑巴 挖掘物坟敲寡妇们是吧 来走两步来解决这些问题 农馆他不但不解决问题 他反而他知道问题 他知道什么问题 就是现在配合习近平的一个农业大约定 农业大约定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图片 什么是农业大约定 看这个 本来是水泥地 本来是水泥地 然后铺上薄薄的一层土 就开始种地了 在上面种地 篮球场 大家看到没有 这边是一个左上角篮球场 铺上土 在上面种地 这是多么的荒唐 这是多么的奇葩 这是多么的折腾 然后你看种的农作物菜都蔫死了 土它不需水 不需水稍微大太阳晴天一照 本来晴天出太阳是植物 它吸收紫外线 然后充分的光合作用 茁壮成长的时候 结果都给晒死了 看下一个画面 我去这更 这更草产 这更离谱 在马路上直接就是 涂上土了 你看看 这些种的这些东西 有一个活的 到最后 就一个不了了之 是不是很荒唐 是不是很奇葩 是不是很折腾 还有一个更加奇葩 是什么景象的 刚修好的路 然后把泥给铺上去了 修路之后 在上面铺上土 这怎么感觉 跟脱了裤子放屁是一个道理 下面是水泥 上面是土 这来回折腾 来回折腾 专家 这是中国的专家 他搞农业 到最后就搞成这种 搞成这样子 然后你怎么说 你说这是习近平的主意 还是专家给习近平的主意 他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 还是来创造问题的 一拍大腿 一拍脑门 有了这么搞 到最后搞了半天半死不活 一拍大腿算算算 就这么地 在这里我就想到了 之前 你看过去历史的轮回 之前什么 禁止超生 那是80年代 禁止超生 谁家生孩子生多了 把人家牛都给牵走了 又是八屋又是牵牛的 到现在确实超生管几瓦生育做到了 80后90后不愿意生了 00后干脆不生了 生一个都累 然后现在开始鼓励多生了 是不是 之前的政策 说改就改 说变就变 咱就不说超生了 还有什么 之前是退更还零 什么要建设三美防护零 要鼓励植树等等 鼓励植树打造好的生态环境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这应该是一个好政策 你特别是在西北地区 什么黄土高坡地区 在那些沙化严重的土地 你去搞一些森林的种植 是可以的 但是你搞到退更还零 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了 矫枉过正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 然后可耕种土地也不多 中国的可耕种土地 你看这面积大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 什么秋陵 沙漠 高山 你看看新疆 西藏 青海 内蒙 甘肃 地方都很大 但是可耕种的土地有多少 没多少的 就是东北平原 华北平原 华东平原 这一块 关中平原 这一块产粮食 你还退 你还退更还零 这造成多少农民破产 造成多少农民没饭吃 也就是中国农民脾气好 只要不饿死就不会造反 费力到那种人相识 意思相识的程度 才会思考活不下去了怎么办 李自成那时候才出现李自成 他出现张献忠 出现不了华盛顿 都是张献忠 李自成 哪有华盛顿 是吧 到现在又要退 零还耕 当初在退更还零的时候 好容易 树苗 长高了 成材了 树林长起来了 然后你再来一个退零还耕 这不是瞎结巴乱搞 瞎结巴扯淡吗 谁错了 谁错了 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共产党他执政的智商问题 要说智商 从毛时代开始 赫鲁晓夫他这么评价毛泽东 他说 毛泽东是一个天才 他是一个杀人的艺术家 但是请放心 毛泽东只杀中国人 毛泽东不是说人与人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与天斗与人都其乐无穷 至毛泽东你说单纯从智商上来说 毛泽东他智商是高 但是他智商是用来杀人的 智商是高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 邓小平他智商也高 当初文革集齐几落 还挺快挺下来 忍辱负重 你要说邓小平一方面来说 他是六四运动的贵的手 杀人手上沾血 那你要是从一个历史角度去评价邓小平 邓小平他一度也希望改组共产党 取消共产党 就是说把共产党去掉共产的名 改成其他的劳动党 人民党甚至说什么党就可以了 逐渐去共产化 邓小平他曾经试图朝这个方向去想过 但是陈云给拉回来了 江山要交给咱们自己的子女 然后六四运动一爆发 OK中国唯一的改良机会没了 六四运动的细节算了 咱们这期节目的讲是什么 退更还临 退临还更这么一个话题 咱们就扩展的讲到了中共高层的执政的智商问题 是吧 你要说邓小平他还是搞经济还是有一套的 你想想北上广深很多那些做生意发财的 他们心里面很多还是感激邓小平的 让我有机会发财了 我本来我就是守着二亩地 守着金亩地 结果一城市化 我的土地值钱了 我没有卖我盖几个村屋 我往外出租收租金 后来城市再进一步发展 一拆迁补贴几个亿 每天穿个拖鞋去喝茶 吃那个广市茶餐厅 他们很感激邓小平的 邓小平手上也沾血 你得从两面去看 你要说智商 邓小平智商也不低 那么你再往后看 看到谁 江泽民 江泽民怎么说 他就是属于一个邓小平延续政策 虽然我就是说 不想去美话去说共产党 但是你得做一个对比 就是说谁更坏一点 或者谁更好一点 或者说谁多多少少 还有点能说的 值得就说的 江泽民时期他不怎么折腾 江泽民时期就是贪污腐败 就贪污腐败 为了发展经济 你就发展经济 包括在什么香港 什么给记者吵架 你们华莱士 too young too simple nice 我给谈笑丰盛之类的 江泽民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也是在延续一个邓小平的政策 搞经济不折腾 但是手上也沾血 沾了什么血 沾了法兰公的血 这是江泽民时期 沾了法兰公的血 有罪 那么你在说胡温时期 其实胡温时期你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比较平庸的时代 也是一个比较不折腾的时代 总之从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时代到胡温时代 日子勉强还过得下去 日子勉强还过得下去 你要说我为什么出国 那就是到了2013年之后 习近平的时代来临的时候 我去一夜之间 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那个时候我不做业务的时候 多少工厂公司倒闭 失业 本来我跑业务人家那一个店 本来这一个店一个月经业额 之前是30万 我就跑业务 他说如果是去年 我在每个月店能卖30万 你推我这个产品 这个品牌我就做了 我就做代理了 但是现在我一个月一个月收入 我连10万都不到 我自己现在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我勉强维持 不敢再去去代理新的品牌了 这是2013年14年15年 这是习主席的习近平的时代 习近平的时代 百业凋零 经济倒退 现在咱们说就有点长了 说什么执政者的智商问题 智商一代不如一代 去年连任 第三届任期连任之后 真的开始乱搞了 到了今年真的开始乱搞了 从巩固自身权力的角度来说 我能够理解 能够从逻辑上能够闪得通 你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你要多搞一些事情出来 农管就是你搞出来的 但是你搞完农管之后 你非但你不去创造价值 反而去破坏价值 农村搞成这样 节目的上半段咱们给大家看了 山里边泥石流 还不算泥石流 就是说还没有真正那种山石夹杂的里面 你农管你出来走两步 你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但不解决 不解决这些问题 你把山上的树都给砍了 然后还在山上去种植那些东西 种植那些农作物 本来是山林不适合耕种的 结果非要去这么搞 从退耕还林到退林还耕 到最后 就是折腾了百姓 农民也真能忍 去年前年大前年这几年三年疫情期间 城市里的人被折腾的死去活来 那个时候我还说看能不能找一个天高 黄历远的地方隐居 现在来看 中国虽大 但是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也容不下几亩安静的农田了 想踏踏实实重点 当农民都不好当了 这个不让你种 那个不让你种 就管到这份上了 农管 好吧 这个农管的出现 他就是告诉大家 当前的执政 他这个执政水平 就这样 内斗 人为人斗 这不说毛泽东 但是论治国跟邓小平跟江泽民比起来 虽然是我不想美化他们 但是真的是水平比他们差远了 这是智商递减 智商递减 好吧 这期节目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